但是,這些生命它會自然的找到出口 而且在網路上面,訊息是引雷秒計 很多東西你發了一個言,我發了一個言 訊息在幾秒之內就已經淪為了好幾次 例如說,愛會生愛,恨會生恨 當然,愛生愛的例子我比較少見 恨生恨的例子常常看見,對不對 愛生愛或許有,例如說,我有一個同學 他的老婆就是他的網友 這個或許也是,但是我們看到的是恨生恨的例子 所以一旦這樣的循環,開始快速的回應 它會強化 最後,這個循環會被帶往哪一個方向 其實是難以預料 所以,告訴各位一件事情 在網路上,禮節很重要 當然,有人被威脅 然後被威脅 但是,為什麼他只找他 因為做了一些令人憤怒的發音 所以你在網路上寫訊息的時候 不能夠因為見不到面 就認為我可以隨便講 禮節還是必須要有 那雖然人不會面對面 但是快速的情緒 循環會一直強化 有可能導致失控 這是我自己切身的一個經驗 所以,這個第一個故事 我們就講完 那這個故事是有關於恨的故事 那是金門大學校務討論區的故事 有沒有人現在想講什麼 沒有,我們就繼續看第二個故事 那接下來就第二個故事 那第二個故事呢 就是有關愛的故事 當然,這個不是關於男女之愛 那這是關於我的最愛 那其實我的最愛在這裡 現場,我的老婆 但是呢,我今天要講的不是我老婆的愛情故事 絕對不是 那我最愛做的一件事 是寫成是 那建廷也在場 所以,這件事情 或許也會是你的罪案 但是或許不是 我也不知道 但是我有看到有些同學 其實他很努力在做這件事情 慢慢也引起了一些興趣 但是也有很多同學呢 他不管怎麼樣 他就沒有辦法引起他的興趣 所以,這件事情顯然就不是他們的罪案 或許他們應該去找他們的政派 對嗎 那因為我喜歡寫成是 所以我常常寫 那有時候寫的成是呢 到最後也是被寄了沒有用 有些呢,就拿來當範例 在課堂上都會常常 在課堂上就會看到我給的範例 一個接一個 一個接一個 都是我 不見得是那時候寫的 有時候是之前寫的 十年來喔 我來這邊大概十年 十年來我大概寫了幾千頁的網誌 和一大堆的教材 還有一大堆的程式 所以在 就是年底 上一年的年底 其實我決定辦了一個雜誌 兩千年一十二年 大概十一月底的時候我決定辦這個雜誌 因為我想我至少可以用我 以前寫過的程式 再加上兩千頁的網誌 可以撐出一陣子 雜誌應該辦得起來 沒有問題 而且那時候我是在想 突然有一天晚上我們在想 因為我常做開放原師 然後我就在想說 開放原師嘛 你知道開放原師嘛 有個問題 就是 各位未來出去工作 如果你工作的是開放原師嘛 雖然你的技術會經過很壞 因為有很多人跟你交流 而且你們做出來的東西 也通常都真的很不錯 但是呢 會有個問題 你怎麼賺錢 開放原師嘛 幾乎大部分都沒辦法賺錢 各位應該聽過那個 Povas Renas的創始人 創建者 那他後來還開發了Git 他從這兩個專案上面有沒有賺到錢 其實沒有 他每年都花好多時間在寫這個東西啊 但是他沒有賺到錢 但是有一次他真的賺到錢 不是他賺 你知道是怎麼賺到 他賺到一百萬美金 不是他賺 有一家公司叫Rehat Rehat Rehat這家公司呢 在有一陣子他很紅 人家覺得 哇 Renas起來 然後Rehat就很紅 之後他就開始轉型 決定要上市 然後成為一個上市公司 他一上市的時候呢 股票會狂飆 那他們為了感謝 因為他們是用Renas做出來的 Rehat版的Renas 那所以呢 那公司上市的時候 他為了感謝Povas 就給了他 一筆 我不確定是股票還是錢 所以 他的賺到的一筆錢 是這樣買的 所以其實 黑棒顏色嘛 是好東西 但是 真的賺不到錢 所以呢 當我成立 城市的雜誌社團的時候 我們就在考慮 那 既然 既然不賺錢 我們能不能用他來做一些 什麼好事呢 有一天晚上我就想到 那我能不能 寫這個雜誌 按這個雜誌 然後呢 在上面標示說 如果 標示價錢 每分50塊 如果你覺得雜誌寫得不錯 就請你捐50塊給 慈善團體 那我上面寫的慈善團體 就是 羅惠夫如也基金會 為什麼呢 因為 這個基金會 曾經幫助過我老婆 那我知道 他是一個很好的慈善團體 OK 所以我們就成立了 城市人雜誌社團 那 城市人雜誌社團 後來呢 我每個月都要出版一期的城市人雜誌 那這就是城市人雜誌的那個下載的點 那也是主要的站 那我放在GiHub上面 那從1月一直到6月 現在6月號前兩天我才放上去 OK 所以你如果有興趣的話就可以上去看我們雜誌的內容 蠻建議各位看 因為裡面有很多 就是城市方面 可以 一般的書可能不見得會講到 那 隨時保持一個 不斷更新的狀態是城市人的必要 好 那這就是我們雜誌的封列 那我就寫了 讀書做善事 寫書做公益 歡迎城市人任養專欄 或者是捐出你的王子 參考價 50元 如果你喜歡本雜誌請江蘇款 捐贈公益團體 羅惠夫如妍基金會 彰化銀行009 這是他的帳號 OK 我自己本身也會捐 但是我不會每次就捐50元 那 那光是那個匯款費用17元 就吃掉了 對不對 所以 就 一年 捐一次就好 甚至一次捐兩年份 OK啦 那從此就不用再捐了 可以看兩年 到現在才寫了六個月 那這是最新一期的 我們有看到 像那個 Image Magic Magnitex 全路的故事啊 有些故事我在課堂上 其實有講過 那 LNK NK 看影片 去感受賈伯斯人一生 那 各位如果去看這個文 你就會感覺到 用不同的角度 用YouTube文在看賈伯斯 我覺得蠻有趣的 他有很多文章 像這個 Copen Mount 他從一開始 第一期 我就載他的 Adreno入門教學 那一直載到現在第六期 其實他寫了很多 所以我可能可以連續載兩年 都沒有問題 那 其他的呢 有時候有別人投稿 有些人 有時候有其他網誌 但是很多時候 其實我要自己 先把自己的東西 先拿出來寫 因為如果沒有人投稿的時候 雜誌總不能 文章太少 文章太少 文章太少就不好看 所以我就會盡量把自己的東西寫出來 社團成立之後呢 我沒有去像 校務討論區那樣狂加猛加 不斷加成員 我大概只加了十幾個人 加了十幾個人之後呢 我在自己的Facebook裡面 貼了雜誌成立訊息 然後呢 我發了訊息說 請大家 請大家 踴躍接線 網誌 因為從網誌裡面 我們就可以挑材料 再來變雜誌 那些網誌 他只要用創作公用 的授權方式 分享出來 我就可以 合法的 從裡面 挑材料放進來 OK 所以 我們邀請很多人捐網誌 成立之後不久 大概一兩個月後 雜誌的成員人數 就上升到現在一千多人 那現在穩定的 大概就是 持續增加快到兩千 那 有幾十位朋友 大概十幾位朋友 他們捐了網誌 那另外還有 一些朋友後來 他說我 我錄 那個 怎麼樣子 用 做遊戲的那個影片 給雜誌 砍燈 OK 我們當然很歡迎 所以我們就 就 每期都會開 參賽那個 程式人頻道 讓你看著那個 教學影片做 那上我的課的同學 應該都會知道 我們每堂課都錄的 所以我現在的 YouTube 累積了800多個影片 而且 而且YouTuber 不知道在什麼時候 大概就是在我宣傳那個 大學的那些問題的時候 我曾經錄了這樣的影片 然後上傳之後呢 好像得到幾千個點擊吧 幾千個點擊 然後呢 YouTuber就決定 說 他可能有個門檻子 那超過那個門檻子呢 他就讓你可以上傳 無限場的影片 本來只有15分鐘 現在一個無限場 所以我是無限場等級的會員 那 也有些朋友 他投稿給我們 那只是業界的朋友 他們通常都很麻 所以我都盡量不要 別人的壓力 你知道 如果各位以後出去工作 你就知道 城市領域 絕對不是一個好混的領域 那個專案做不出來 忙得不得了 然後 你真的 很多時候真的想去跳樓實力是算 那 那有些人呢 就是做完 做到專案 專案後期 他真的沒有辦法做下去 光潰了 然後 單純就 直接變成遊民去流浪這樣子 會這種狀況發生 專案管理是一個很困難的詢問 各位 三年級的同學 特別要注意 為什麼 二年級的同學 要開始注意了 因為 你們的專題 就是個專案 專題 做不出來 那 被當一學期 通常 之後 你還可以再補 然後呢 還是可以如期畢業 被當兩學期 就不行了 那 所以 專案 其實 會有壓力 但是你們的壓力 其實現在沒有很多 比較大的壓力呢 是 真正去業界的時候 那個壓力會很大 如果你們的專案 不穩定 沒辦法 如期的完成 所以我都盡量不讓業界的朋友 雖然他們能力都是比我好 但是呢 不要讓他們感受到壓力 因為他們能力可能比我好 可是寫文章沒有我快 所以 我寫文章比較快 他們沒有 沒有做好白板編輯 我就幫他們編 那他們 他們 搞不完成 我就幫他們整理 這樣子 但是呢 有時候沒有搞 我就自己來頂個主題 所以現在呢 經過六個月之後呢 這個社團其實也有了自己的生命 那 有些朋友他會來貼那個 招募程式設計師的訊息 有些人會分享一些程式資訊 他有一些 感覺上應該是大學的同學 我們會上來問程式問題